首先就是造成就是一些媒體對他的片面報導 他身心飽受摧殘 那也對就是社會資源浪費他覺得非常的抱歉 那他也要特別澄清他跟保羅先生就是正當的交往關係 他跟保羅先生就是也是真誠的就是彼此的對待 可能因為金錢上面他需要金錢 所以有跟保羅先生有一些就是正常的借貸關係這樣子 他私底下他也會在就是盡量的去跟保羅先生那邊得到他的諒解 那這部分會再進入司法程序就是盡量往和解的部分邁進 我只能說他裡面的大部分都不是真的 只要是我跟任何一個人接觸我不可能一直說 我這是小婚禮那大家誰敢接近我 只是說因為我沒有跟他交代說我是誰 所以他就覺得說我在騙他甚至告我 我覺得他報導只有兩分是真的 如果十分他就兩分是真的 我沒有騙他起來而且全部都是在心甘情願 他們在交往過程都是彼此的就是真誠對待 那交往過程也一直都是非常愉快的 那男女朋友之間就是可能會看到一些手機的訊息 可能會造成一些就是不愉快的方面 我想也是非常的自然之情嘛 我只是希望說大家不要仔細 就是說好像就是小婚禮講的話反正都是詐騙 就是全部都是布面的這樣子 因為我們也想好好重新做人 但是人家有聽到我們是小婚禮就覺得說 我們講的十句話有十一句話是假的 前幾天我已經覺得被網路霸凌 我已經覺得我都不敢走出去外門了 我只希望大家可以勞勞我謝謝